今天的这个视频,我跟大家介绍欧洲的一些价位比较好,有独特资深设计特点的品牌。 这些品牌包括英国、法国和意大利这三个国家的18个品牌,有一些是小众品牌不为人知,但是有非常独特的设计特点,我都将在这个视频中介绍给大家,包括我最喜欢的一个小众品牌。 这个品牌的设计能力跟Gucci类似,但是因为是小众品牌被严重地低估了。 首先介绍英国的几个品牌。 第一个要介绍的是Ghost London,之所以留意这个品牌是因为英国首相Boris Johnson的女朋友,在媒体上好几次看她穿的连衣裙印花和设计都非常好看,后来了解到是Ghost London这个牌子。 在英国各地的商业街上也不多见,主要在伦敦有两家店,另外通过John Levis销售。 这个牌子的特点是现代女性化,非常有特色的印花设计和染色都是这个品牌自己完成的,容易维护,可以激喜。 打折后的价位大概在几十英镑的样子。 喜欢印花连衣裙的这个牌子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裙子的设计既有正式风格,也有休闲度假的风格。 下面是Topshop,这个牌子的基本款非常的不错,比如说牛仔裤和夏天穿的一些基本款Top。 我十多年前买的他家的牛仔裤到现在仍然在穿,质量和做工非常的好。 另外,我很多夏天日常穿的Top和吊带装也都是买他家的,设计很简洁,穿多久都不过时。 尤其是夏天的基本款的Top,我一般都是买这个牌子,其他的牌子很少买。 性价比非常清合,大约十英镑左右的价位。 这个牌子是French Connection,这家的设计偏向年轻化,在英国也算是比较流行的一个品牌。 休闲和度假穿很不错,打折后的价位在几十英镑。 他家的设计偏向女性化。 唯一的缺点就是面料缺少真色面料。 这个是英国最大的连锁品牌,Next。 他家的设计倾向于基本款,也比较普通,但是质量好一些。 我20年前买的他家的牌子现在还在穿,是比较能穿得住的一个牌子。 这家的设计基本不是报款类,所以也不容易过时。 价位大概在几十英镑就可以买到。 这个是RACE。 他家的特点是中性色,设计也比较正式的一类。 在英国本土的牌子里,这个牌子的设计相对出色一些,很女性化,剪裁也比较好。 凯特和梅根两个人都选过他家的牌子。 价位也比前面几个牌子稍微高一点,打质后的价格很亲民。 我的大象徽的PE是买在他家的,皮质和剪裁都非常好。 他家的设计偏重正装,正式场合穿非常得体。 下面的是LK Bennett,定位和RACE差不多,属于中上,但是色彩上更多样一些。 开始他家是做鞋起家的,后来开始卖长衣。 他家的基本款,全皮鞋性价比非常的好,我的两双上班的鞋子都是买在他家的。 还有一件灰色的皮裙也是,他家的面料比RACE整体要好一些,珍丝的选择比较多。 下面的这些都是珍丝面料,而且染色非常的漂亮。 打折后的珍丝连衣裙价位在200英镑左右。 上面我跟大家介绍了六个英国本地的品牌。 下面我跟大家分享几个法国品牌。 Marsh,可以看出来花风明显变了,用色非常的内敛。 他家的面料很不错,价格也好。 同样的珍丝泡泡沙面料的珍丝上装。 Marsh家打折大概能不到100英镑就能买到。 Saint Laurent要花600多英镑,买到同样面料的上装。 喜欢素色搭配的,他家是个不错的选择。 这家是Saint-Hole Paris,他家的设计偏向年轻化女性化。 裙装面料也有不少珍丝的可选。 法国每年一月份打折半价,是买他家珍丝连衣裙的好时机。 设计细节都非常好,而且细节添加的恰到好处不多不少。 是典型的法式Urban Sheet。 是典型的法式Urban Sheet。 下面的牌子是Claudie Pellet。 他家的设计比较简约,也有紧跟High Fashion大牌的款式。 它的包包设计也是一类风格。 款型和功能有点类似Lady Dior,但是性价比很不错。 整体风格属于简约风。 下面的法国品牌The Kupos,同样用色比较内敛。 法国牌子的特点,这家价位稍微高一些,因为面料用得比较好,打折的时候买比较合适。 这个牌子是Ponta de Quartelique。 看名字就能看出来是纯棉制品,价位很清明。 喜欢纯棉面料的,这个牌子是个不错的选择。 无论设计,配色和印花,都很有特点。 纯棉面料日常生活中穿着很舒适,也非常容易维护。 喜欢纯棉面料的,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品牌。 Bash Paris,这家的价格很清明,休闲度假穿非常不错的一个牌子。 设计也非常的女性化,细节处理的也好,属于effortless shape的一类。 Eho Paris,设计细节很漂亮。 面料也好,但是价格比刚才介绍的几家偏高一些。 所以在每年法国一月份打折的季节,买比较合适。 刚才给大家介绍了七个法国品牌。 下面是意大利的几个小众牌子,但是非常有设计特点,而且性价比非常的好。 Archivia B,这家真织品比较出色,设计感很强,细节处理得非常好。 是一家年轻的意大利品牌,设计非常独到,也使得用好面料。 比如说羊毛,羊绒,但是价格很清明。 请不吝点赞 设计更多。 Solature 它家的配色非常漂亮 正装西装设计的简洁大方 裙装设计很适合度假 意大利式的热烈用色 这家的设计也属于比较年轻化的一类 Multi V Fashion 它家的印花设计很漂亮 意大利品牌很少有的含蓄内脸的配色 设计有意大利风格的简洁明快 细节设计也非常有特点 Miss Sixty 这家设计偏向年轻化 但是细节的设计非常漂亮 也非常的女性化 它家的牛仔系列款型很不错 能突出女性的曲线美 日常装的设计很随意 最喜欢的是它家的天使系列 设计非常的新颖不到 看一下它家天使系列的细节 非常的漂亮 The Sate Pettigold 所有的小众品牌中 这个是我最喜欢的品牌 它家的真丝衬衫的染色 配色 印花设计 做工 剪裁 真丝面料的质量无可挑剔 很多真丝衬衫的细节 都是手工缝制 凭我多年的购买经验 和筛选经验 这个品牌的真丝衬衫 严重被低估了 跟Gucci的真丝衬衫 一样的级别 但是十分之一的价格 就可以买到 这个品牌的真丝衬衫 是最推荐的 我知道这个品牌 是因为买了 它家的真丝衬衫之后 以后的彩色印花 真丝衬衫 基本就锁定这个品牌 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